第11题,关于下列有机化物的俗称及性质何者正确? A,四维丙纯是错的 我们看到它的图示,它的四姓氏应该是CH3OH 它是所谓的甲纯而不是丙纯 如果它是丙纯,四姓氏是C3H7OH是没有错 俗称甘油是错的,甘油是丙三纯而不是丙纯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,六维乙酸错 我们看到我们的六只有一个碳,它是所谓的甲酸 它的四姓氏是H,COOH 如果它是乙酸,四姓氏是CH3,COOH是没有错的 俗称醋酸也是对的 料理使用的醋,浓度约为30%到50%是错的 只有3%到5%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,三维甲醇是对的 我们看到在一个碳,它是所谓的醇类而且是甲 所以它的化学是四姓氏是CH3OH 所以它的四姓氏没有错 俗称木巾没有错 喝了餐有木巾的甲酒可能会导致四姓没有错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选项C5是我的甲酸是错的 我们看到5的图示 它有两个碳,所以它是乙酸 它的化学是四姓氏是CH3 COOH 所以 它如果它是甲酸,四姓氏是HCOOH是没有错的 又称乙酸也是对的 若被蚊蚁咬伤会红肿疼痛是因为甲酸也是对的 需拿氢氧化纳来酸碱中和解决不是错的 我们会拿弱碱而不是强解决中和它 所以选项诸是错的 因此第11题问我们说,关于下列有机化物的俗称及性质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 C3为甲醇,四姓氏为CH3OH,俗称木巾 喝了餐了木巾的甲酒可能会导致失明